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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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小可乐 今天来开箱 全言的红宝石巧克力甜点系列 奉换你的粉红色 满足你的少女心情怀 当你是乱想吃甜点的时候 随处可见的超市 可以立刻满足你想吃甜点的欲望 并竟不是随时都有空去下午茶店的呢 红宝石巧克力是用红宝石可乐制作出来的 也是这个系列成为红宝石巧克力的原因 今天要开箱的商品总共有五种 究竟这个粉红梦画外表的甜点 吃起来味道竟然怎么样呢 那我们来看看吧 这是红宝石波斯盾派 一盒有两路呢 现在可以来试试看看味道怎么样了 红色馅料的部分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有莓果的味道呢 奶油也很好吃 哇好好吃喔 白色甜甜的奶油加上酸酸甜甜的粉红色馅料 这样味道刚刚好呢 我一个人都是新奶油的感觉 这个部分是蛋糕 真的有点心高级下午茶的感觉 它的派皮也蛮好吃的 是比较像凤梨鲜那种口感的 这个是红宝石甜心卷 我这个logo看起来比较精致 很像精品的感觉呢 可以来试试看看咯 这吃起来就一般蛋糕卷的感觉了 蛋糕的感觉吃起来比较干一点了 中间的莓果酱料 就是很重的果酱的味道了 这吃起来就比较普通一点了 刚才的波士顿派就有用完经验的感觉了 这个是红宝石莓果布丁 布丁耶 美果布丁耶 哇 从外观上的感觉很像奶肉呢 虽然它说它是布丁 哇好好吃喔 比起布丁啊可以放奶酪的口感呢 酸酸甜甜的奶酪 那我们来看看搭配它的果酱吃起来味道如何呢 它的果酱味道好重好酸喔 我觉得单吃就蛮好吃的 至于要不要加果酱就看个人咯 来吃吃看看 这外皮啊真的很好吃呢 我很喜欢这种搭配坚果或者花生的这种丰富的口感 哇 这红色的部分吃起来像果干喔 还蛮特别的 来跟馅料一起吃吧 馅料的部分呢就还好 就比较普通的感觉 这里面馅料看起来满特别的 真的是梦幻的粉龙色的颜色呢 跟剛才的餡料都長不一樣了喔 比較粉嫩的感覺 好甜喔 它的蛋糕裡面超甜耶 再吃一口啊 確認口味 它的蛋糕還是一樣超甜的 這大概比較適合螞蟻族群的人了 有點超出我的負荷度的感覺 不過它的皮也是很好吃喔 那麼來排序一下吧 我先看到第一名啊 是這個 波士頓派 一咬下去啊 讓人心情很好 這是有種吃下午茶的感覺呢 很像外面下午茶店賣的那種蛋糕喔 第二名啊 是這個 不加果醬版本的布丁 雖然它說是布丁 但是吃起來像奶酪的口感 酸酸甜甜的我覺得很好吃喔 但是如果加那個醬的話 那個醬的過重掩蓋所有的味道 變成以那個醬為主了 如果不加果醬的話 我覺得這是第二名喔 我心中的第三名啊 是這個 梅果泡芙 因為它的外皮啊 很好吃呢 是梅果版的花生巧克力唷 鮮肉版雖然很普通 但是也是好吃的唷 所以第三名就是這個啦 這次的第一個標準是這個 甜心捲 雖然吃起來算普通 但也算好吃吧 吃起來算是口感稍微豐富的蛋糕捲 這次啊 最後你要頒發給這個 紅寶石邦克蛋糕 因為我實在接受不了這麼甜的甜度呢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 飲料去喝全糖 還想要再加糖那種全糖口味的人喔 你有吃過全天的紅寶石 巧克力系列甜點嗎? 最喜歡吃哪一個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按個讚 請訂閱按讚可可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恩 還可以囉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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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